嘿 大家好 早晨 1月25號 星期... 今星期的?今星期四嗎? 今星期四 現在站在油麻地新田地街 這兩天成交的 266至287號HPRO 就是這個東里五金銀色招牌這個位置 帶你過去吧 走過去的時候和你順便轉個圈 新田地街如果你知道這裡的時候 全部都是五金、油漆、地段 對面有些殯儀、指責管 從正面地去看 所以租金的空間只會上升 不會下降 因為始終車房也好五金也好 一定被網購不會代替得到 你網上不會整個車房 這些商場又不歡迎你 商場很難做五金 做什麼洞 這些東西很難 所以看不看 這個品套連一個角樓 角樓我猜應該是入職角 但我不是最肯定 因為這裡一拿的時候全部都有角樓 樓底很高 所以樓底一看的時候 都有成二十呎的樓底 所以知道這裡就是 地鋪四九六呎 加上這個角樓四四四四尺 到現在五十五千元 二千六百八十萬元 誰想去都貴 不過就這一段的時候 很多時候 這些人買來都很多時候 就是自用的 因為多數行業界這些都是自用的 如果做生意的話 他真的有錢賺 很多人都會買來自用 投資角度就未必 但是回報2.46厘 但是知道買家是怎樣 我不是很清楚 再帶你過來看看 那個門闊 我想大概十二三尺 深的話大概三十尺 已經在裡面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再掛回來 站在裡面 讓你看看 那 就是這樣 他正在做生意 現在早上九點鐘 這裡都開門了 大家只有一個資質 這裡 OK的 我覺得這一段始終是一個行業界 但是 租金下跌 我看不到有什麼下跌的空間 上升 無故變得 因為你知道 五金或車房的 數據比較低位 租金承受量力 但是再上去的空間 我不知道會變成食 會變成其他零售段 但起碼一樣東西 不會再下去 從投資角度都OK 這些 看來他們舊舊舊舊舊舊 駕駕多十年、二十年的時候 啊! 駕駛更大一下 駕駛十年、二十年的時候 分分鐘被人收購 很難說 但二千多萬就不便宜 但是OK的 我覺得仍然要二千多萬 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一個五分左右的位置 OK的 OK的 Anyway 買家最重要買到心頭好的時候 就說起了